敏感相信吗 早上起来只需要做一个拉伸 就能把我们的全身拉得非常舒服 什么拉这里拉内里 就一个动作 就能把我们的腰臀腿拉得非常通透 我们臀大肌拉伸开以后 我们整个腰部的支撑感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坐过去的通常度也会越来越高 咱们膝关节的稳定性 也会得到一个大幅度的加强 那咱们走路有劲了 腰部有了支撑感了 这是不是比什么都强 那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来拉伸我们的臀大肌呢 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做一些蹲起 做一些跑跳的运动 其实这些运动它属于一个高强度锻炼 并不太适合中老年朋友 因为你一不小心拐了个脚 伸了个膝盖 那他得不尝试 中老年朋友做锻炼 最讲究的就是两个字 安全 那具体应该怎么来做呢 你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 我这就把动作给你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找到一面墙 或者是躺在家里的床上或者沙发上 我们都可以来完成这个动作 首先我们靠在这个墙上 一条腿抬起来 双手去抱住这条腿的膝盖 让大腿前侧尽可能的去往身边去贴 这个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整个的臀部腰部有着非常舒服的拉伸感 我们一边拉伸个30秒 这边拉伸完 我们再来拉伸另外一边 拉伸完以后呢 您可以去感受到 我们整个的腰部啊 臀部啊 坐骨区啊 非常舒服 非常通透 您学会了吗